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世界癌症日 关注肺癌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积极地预防肺病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呢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预防这一疾病的一些方法和措施 一 积极控制感染 如果不小心得了肺病 就应该遵照医生的嘱咐 选择有效的药物进行治疗 第二 注意保暖 在季节交期的时候呢 要注意保暖 寒冷的空气啊 会降低支气管的防御功能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暖 预防肺病的发生 三 做好环境保护 糟糕的环境 也是引发肺病的元凶之一 良好的环境 才是肺部保养的秘诀 世界癌症日是由国际抗癌联盟 于2000年发起的 活动时间定于每年的2月4号 旨在倡导新的方法 促进各组织间的合作 加快癌症研究 预防及治疗等领域的发展 为人类造福 那说到癌症日呢 我们要特别说到肺癌 因为它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健康杀手 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近年来肺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已经上升到我们长春地区 各种癌症发病率的第一位 第一位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的原因呢 一个是空气的污染 特别是空气当中含有毒的大颗粒的物质 吸到我们人体以后 吸到肺泡里面 就可以引起发病 刘炳毅 长春肿瘤医院MDT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毕业于白球恩医科大学 临床工作40余年 原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基本外科主任 擅长肺癌 甲状腺肿瘤 乳腺肿瘤 肝肿瘤 胆管肿瘤 疑腺肿瘤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长春地区还有好多的人呢 有吸烟的习惯 这种吸烟的习惯非常不好 甚至有的人一天呢 要抽上一盒到两盒这么严重的吸烟 这种严重的吸烟增加了肺癌的发病率 那么空气污染 再加上吸烟 这种恶劣的习惯 造成了对肺的损害 使肺癌的发生率率特别高 这是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是健康的一大防线 它为我们的健康付出了很多 能够帮助我们抵御一些疾病和细菌的清醒 可是如果因为我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而导致抵抗力下降的时候 疾病就会慢慢地找上我们 这肺癌更是如此 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们人体对于这个癌种的各种细胞 它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抵抗力 在医学上这叫免疫功能 不是所有的这个癌细胞 到我们人体以后都发病 有的那也发病了 有的没发病 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看你这个人的抵抗力 也就是免疫功能 近年来啊 有些人的免疫功能 它是逐渐地下降的 为什么出现免疫功能下降呢 主要就是生活习惯不好 那么这种生活习惯的不好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呢就是晚上不睡觉 早晨不起床 不二十做喜的恶劣习惯 还有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呢 晚上打麻将 一打就打到半夜去了 这样的情况的造成我们这个免疫功能 也就是说是抵抗力的下降 对于癌细胞 提出到我们人体以后 它的抵抗力特别脆弱 不能够和这个癌细胞抗争 最后呢 癌细胞战胜了 就是发生了癌症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两类人是肺癌的高发人群 生活中要加强肺癌的预防 降低发病率 在我们东北的能村呢 还有一些地区呢 在做饭的时候呢 烧麦杆 那么烧麦杆的过程当中呢 它就是产生大量的烟 这种烟熏 也使得能村的妇女 有一部分呢 就产生了肺的损伤 所以这也是发病一个原因 那么除此以外呢 长期接触化学物质 尤其工人 还有这是化工厂的工人 他们呢 受到这些化学物质的毒害 也容易发生这个肺癌 专家总结 警惕引发肺癌的五大高危因素 一 吸烟 二 大气污染 三 生活习惯不好 四 免疫力下降 五 接触化学物品 生活当中 没有一种疾病是突然发生的 都是长时间停留在我们体内 最后演变为危害身体健康的恶性疾病 因此 掌握一些疾病的新造症状 是非常关键的 它能帮助我们 及早发现疾病 从而找到战胜它的方法 最早期的症状就是咳嗽 没有原因的肝咳 咳嗽越来越重的时候呢 逐渐就有痰了 这种痰呢 可能早期都是白色胖木痰 咳嗽呢越来越重 吃药也不渐渐好 这样情况下就要高度的怀疑 那么除了咳嗽以外呢 有些病人逐渐就出现了胸疼 或者是背疼 还有一些病人呢 出现了这个气短 气不够用 喘息 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早期的这些症状 早期的诊断 早期的检查 早期治疗 对于肺癌这一发病率和死亡率 都稳居恶性肿瘤防守的可怕杀手 我们肯定是能有多远就躲多远 这就必须依靠预防工作 而预防可不仅仅是戒烟这么简单 怎么预防肺癌呢 比如说我们远离烟草 现在我们国家都提倡 这个禁止吸烟 你到公共的场所 都有检验的牌子 这样的话呢 对自己 对别人都没有伤害 还有呢 就是国家通过这个治理污染 长春市地区的这个空气的 也大有好转 今年那个雾霸的这个发生率呢 照往年就明显低 是吧 这样对我们人体防止肺癌的话呢 是有很大好处的 是吧 那么除了环境因素以外呢 我们要强调的还是免疫功能 还是你自己的抵抗力 所以我们要主张呢 你生活要规律 二时吃饭 二时睡觉 二时起床 二时工作 保持一个旺盛的工作经历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使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功能 抵抗外来的癌细胞 对你人体的侵害 和它做坚强的斗争 消灭癌细胞 这样使我们呢 不能够发生这个肺癌 专家总结 预防肺癌的方法有 远离烟草 保护环境 提高免疫功能 生活规律 健康的生活方式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掌握科学的防癌常识 是保持自身机体 和谐平衡 健康状态的三要素 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远离癌症 健康生活每一天 好了观众朋友们 本期吉利卫生就到这了 我们的24小时新闻热线 零次三一 88501234 随时为您服务 您的健康有我们的牵挂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惨